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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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举一个例子来说 那么本经是佛亲自所说的 那当然是更没有问题了 佛说阿弥陀 这五个字呢 别是差别跟其他经的名字不一样 在一切经里面只有这一部经叫做佛说阿弥陀 那个底下一个字叫通体 只要是佛说的都称为经所以经这个字是通体 比如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像金刚经 那个底下那个底下那个经是个通体 这个妙法莲华经 大方广佛华严经 那么下面都用一个经字 所以这是通别 这是佛说阿弥陀 这六个字里头有通体有别体 这通别后为一个题目 底下说 教心理三 各论通别 广如台藏说明 底下这个是佛业大师省略了 为什么可以省略呢 因为连迟大师在苏朝里面 游戏大师在云中朝里面都讲得很清楚 可以参考了念部书 如果要想知道的更详细一些呢 那你就读天台中的电机 那么天台中对于这个教行理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了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教就是教学 用现代的话来讲教课书 也就是我们俗话讲的课本 教就是课本 教课就是课本 那么佛一切经典就是教课书 就是教学的课本 可这个课本里面一定有道理在 没有道理啊 这就不能成为经了 经要用现代人讲的 那决定是真理 不但永恒不变 而且还能够适合 各个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这个大众 各个人的需要啊 他都能适合 这个很不可思议 那么这就是理 除了理之外 有理论的 如果没有修行的方法 那么这个理啊 我们虽然听了 也没有办法证明 所以他一定有信 教你修行的方法 依照这个方法修行 你将来必定能够证得这个道理 这个理就是真相 就是事实真相 你一定可以能够证明的 所以这个经典里面呢 有教经 有行经 有礼经 但是这些东西 通通都包括在教课书里面 这个解释经体 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 下面呢 这是第二段 第二段叫变体 也就是现代哲学书里面所讲的本体论 讲的本体论 那么在经典里面 这一条很重要 它重要在什么地方呢 在这一段里面呢 要告诉我们 佛说这一部经 是根据什么说的 换一句话说 理论四十的依据 要在这一条给我们辨别清楚 我们明了了 对这个佛讲的这个经 才能真正产生信心 然后才会一教修行 所以这一段非常重要 第二遍体 第二遍体 体就是精知 理体 理事道理 精知理体 大臣经 皆以摄像为整体 这一句是总纲理 总纲理 所有一切大臣经 都是以摄像为体 就是以摄像为教学的意欲 教学意欲 摄像是什么呢 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由此可知 这个理论的依据 那再真实 不好 佛没有给我们说别的 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 人生就是自己 宇宙就是自己生活的环境 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实搞清楚了 才晓得大臣经 与我们自己关系是多么的密切 是我们在一生当中必须要修修的 为什么呢 我们不能不知道自己 不能不明白我们生活环境 不明了就叫迷惑 迷惑 你决定颠倒 什么颠倒呢 把真的当作假的 把假的当作真的 这就颠倒了 真忘颠倒 把正法当作邪法 把邪法当作正法 邪正颠倒 把善当作窝 把窝当作善 善窝颠倒了 这就是经里面常说的 迷惑颠倒啊 迷惑就是对于实现 不知道啊 所以我们除世待人接物啊 在思想上 在观念上啊 统统发生了错误 这些错误啊 就称之为迷惑 这个大臣经里面呢 把这个事实真相 给我们说清楚 说明白 可见在所有教育里面 再找不到一种啊 像大臣教育 对我们这一生 更密切更重要的 真的找不到 所以知道这个事实 没有不认真的就学大臣 才知道大臣经的真正殊胜的理念 这个下面有一个简单的解释 无人现前一念新心 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 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 非清晃至不长短方言 非相非未 非粗非法 这段话很难懂 而这段话呢 又非常重要 确确确确确实实 是将四十真相 简单明白的 给我们宣说出来了 摄像 佛在大臣经里面 将这个名词 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从体上讲 他没有想状 我们讲的本体 从体上说 这一段话呢 完全讲的是本体 什么叫本体 在这说里面 这个名词是说 宇宙万法 从什么地方生的 这个世界从哪里来的 这动物植物啊 是怎么会有的 那一个根源 就叫做本体 欢迎句话说 天地万物 一切万法 都是从那一个根本 生出来的 这个根本呢 就叫本体 而在 世间 这些哲学里面 东西方的哲学 古今的哲学家 都在那里探讨问题 可是都没有找到 过人说过人 都不能叫大众 心悦称乎 所以说的就很多了 有所谓一元论 二元论 多元论 唯心 唯识 甚至讲唯武 那么这都是探讨这些问题 实在讲呢 释迦牟尼佛 在三千年前呢 就把这个四十真相呢 在大乘经典里面 为我们说出来了 佛说 宇宙万有的本体 就是那个根源 是什么呢 佛讲的是心 心心 天地万物 都是他变现出来的 他是能变 宇宙万物 是所变 能变的就一个 所变的是 无量无变 能变的是一个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就是我们的真心 这个心是真心 就是我们的本性 大乘经上常讲的 真如本性 就是这 这个本体到底在哪里呢 在不在我身体里面呢 这个愣眼睛一开端呢 就找着 释迦牟尼佛 叫沃南去找 沃南很聪明啊 找了七个地方 佛都否定 都摇头是不对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还找不到七个地方了 沃南居然能找到七个地方 所以说不在内 不在外 这段话了 诸位要 都论你 你才真正了解 这几句话的味道 为什么 说不在内 不在外呢 正因为他没有 他不是形象 没有形象 他也没有色彩 也没有象 但是他有 不时不守五 所以佛话里面呢 常用一个字来形容他 用空 这个空就不好懂 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啊 空他有啊 所以《心经》里面也是讲这个问题啊 你看《心经》上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于空 空不于色 色呢 是讲现象 空呢 是讲本体 色从哪里来的 色是空边线出来的 所以那个空 空体能变 色相是所变 那么我们也不要费这么多麻烦 因为呢 很不好懂啊 也很耽误时间 我们用一个比喻啊 诸位细心去体会啊 就可以明白一个大概 我想我们在座的同修啊 每一个人都有做梦的经意 你们在座的同修 哪一个人从来没做过梦的 举手我看看 没有人之后就证明了 每个人都做过梦 这个梦中境界从哪来的呢 一定有一个能泄梦境的一个东西 我们把能泄梦境那个东西呢 比喻做新鲜 梦中现的那个境界 那就是色相 那个境界 色相的境界 是能现的那个体 变现出来的 所以色相是假的 能变那个是真的 真跟妄啊 佛是这样跟我们说 能变新鲜是真的 所以心叫真心 心叫本性 它是真的 所变现出来的这个现象呢 你看你们做梦 哪一个人 在这个一生当中 是做过两次三次 完全相同的梦 有没有过 没有过 是做的梦都不相同 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象啊 叫妄象 叫假象 就不是真的 真的 真的是永远不变才叫真的 反而是会变的 都不是真的 所以 佛在金刚经上 跟我们讲现象 他说 凡所有相 皆是失望 现象是失望 能现 现象的那个体 是真的 为什么呢 它不变 相会变 体不会变 也就是能变的 它不变 所变的 它会变 所以能变是真的 所变是假的 余政 是他变现出来的 诸佛菩萨 也是他变现出来的 天神上帝 还是他变出来的 我们现前自己这个身体 以及我们接触这个世界 也是他变现出来的 佛给我们讲 还有我们不能够见到的 卧鬼道 地狱道 也是他变现出来的 设法界 依真 壮严 这个依呢 就是生活环境 真呢 就是本人 设法界的人 以及他生活的环境 统统是心性变现出来 所以陈安家有一句话说 若人是德心 大地无寸土 哪个人呢 真正是明心见性了 陈安宗里面讲明心见性 大地无寸土 在小的时候 哦 原来一切都是自信变现出来 而我们现在说迷 就是迷了心 迷了心 把这个东西迷了啊 那就是苦不堪言 一天到晚胡思乱想 胡作妄为 这是造业受报 赶得的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从哪来的 还是自己心情变现出来的 啊 离开心 离开心 无有意有法可得 这个是福给我们讲的真实相 这个经上讲的无人心情一念心心 这个经上讲的无人心情一念心心 这一念呢 是真心是本心 人人都有啊 不但我们人有啊 畜生也有啊 墨鬼也有啊 地狱也有啊 跟祝福如来 无二无别 但是第二念就错了 第二念呢 就迷了啊 第一念是本性的 第二念就变成妄想之中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强调啊 一念 如果我们能把一念呢 保持住 在佛法里面 那就叫成佛了 那就不叫凡夫了 为什么呢 第一念的时候 我们没有其分别之处 比如我们眼睛看 眼看这个外面境界 没有起心 没有动念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这个时候叫第一念 第一念呢 外面境界一定是平等的 没有善悟 没有是非 没有邪正 也没有正望 当然更没有厉害 万法都是平等的 这个境界叫做一正法界 这是真的 决定不是假的 为什么说第二念就迷了呢 第二念呢 我们的分别执着起来了 比如说我拿的这个 这个给大家看 第一念的时候 你看得清清楚楚 你并不是没有看到 清清楚楚 第二念的时候呢 法师手上拿着一张纸 这里就迷了 为什么说迷了呢 错了吗 他错他错 错在哪里呢 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 没有名字啊 名字是别人给他起的 所以老子小的 叫道口道非常道 名口名非常名 他没有名字 你见得清清楚楚 这叫第一念呢 你给他起上个名字 叫他是白色的 叫他是直 你就迷了 这是什么 你起了分别 起了执着 从分别执着里面 就起了贪嗔痴慢 这算烦恼 所以祝福菩萨有什么本事 他的本事就是保持第一念 永远不变 我们很可怜的 保持不住 立刻了就迷了 随着迷 迷上再加迷 这个麻烦就在此地 我们修佛要懂得这个根本的道理 你才能得到佛法真正的利益 真正利益 就是明心见心 我们很可怜 你们见什么 见一张白纸 我如果拿这个根 诸佛菩萨看 你们见到什么 人家是见到真如本性 这就不一样了 诸佛菩萨看这个真如本性 我们看这个是一张白纸 这个糟糕不糟糕 所以诸佛要想到 离开一切妄想执着 没有业法不是真心 所以古人呢 用一个比喻说 是说一金做七 七七皆进 那个金 比如信心 不变 七呢 就会变 我们用黄金 做一个手镯 手镯是个气 做个项链 项链是个气 喜欢做什么 就可以做什么 做一个佛像 也是气 但是这些东西都可以变的 我不喜欢手镯 喜欢项链 我可以把手镯 重新把它打成一条项链 我不喜欢项链 我喜欢一个佛像 可以把它融化成 要铸造一个佛像 金没有变 形状在变 所以 会变的是形状 不变的是本体 体没有变 就像金跟气一样 那么我们要问 这个金跟气 我们很容易体会 很容易明了 我们现前的身体 现前摆在眼前的万物 是心性变的 这个是不是心性的 当然是心性 心性不变呢 它不变随远 随远不变 那么我们这个身体 到底变不变呢 我们看起来是变 如果你是一念呢 它就不变了 很可惜 我们的念头是 妄念 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永远不停 因此 我们见到的像是妄想 如果哪一天 你真正得到一心呢 你所见的 这个一切境界像 就叫做实相 就不是妄想 你就真正见到实相 实相是什么样子 实相是 所有一切法 不生不明 佛经里头 有一个名词 叫无生法 无生是将一切法 不生不明 法是指一切法 一切法确确实实没有生命 人这个词 当作人口 就是同意的意思 佛讲一切法 不生不灭 我同意 我承认 为什么呢 我也见到了 但是我们现在 没有办法同意 也没有办法承认 为什么呢 我们没有见到 我们看到一个动物 有生老病死 植物有生不一灭 矿物有沉住坏空 我们所看 所有一切法 都是生灭的 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用生灭心 看法都是生灭法 诸佛菩萨用的是 不生不灭的心 看一切法 就不生不灭 就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哪一天 我们自己功夫达到一心呢 这个在佛法里头 大乘佛法的修学 是以这个为中心 以这个为枢鸟 禅宗里面 称之为禅定 我们念佛法门里面 称之为一心 这个就是 名词上不相同 境界上完全相同 一心就是禅定 一心就是设想 一心就是真如 一心就是本性 所以我们念佛 念到一心不乱 跟禅宗里面 迎心见性 是一个境界 是一种事情 只是我们用的方法 跟禅宗的方法不一样 效果目标都完全相同 那么这是用这个比喻来说明 性相的关系 那么这是一念心 这个心性呢 它是不变的本体 我们再看底下一端 秘之聊不可得 而不可言其无 俱造百戒迁如 而不可言其有 这才真正是此事真相 我们说它无 说它有 都错了 但是在教学里面 必须要建立这些名相顺 便利介绍 便利学的人 去体悟 但是这些名词顺 是假设的 这个主要知道 决定不是此事 因此你就不可以执着 你可以用它 自己用它呢 去体会到真实 这是自受用 那个帮助别人呢 用这些术语来介绍 这个此事真相 帮助它开悟 所以自己不能执着 也不能叫别人执着 这个佛法修学 最困难的地方 就在此地 因为世间人 可以说 无时劫以来 生生世世 最大的毛病 就是执着 只要一执着呢 你就决定得不到 真实意义 所以佛在金刚经 最后是无可难活的 说了一句话 把他所说一切的 统统否定掉 告诉大家 佛没有说一句话 谁要说佛说法了 那叫报佛 他说法四十九年 怎么一句话没说呢 我们要从这个意思里 去体会 他确确实实 一句话也没说 他所说的 都不能够执着 一执着就错了 执着就迷了 他在《华严经》 出现评里头 说的好啊 他说一切众生 藉由如来智慧的相 换一句话说 一切众生 跟佛是一样的 没有差别的 本来就是佛 为什么你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争取 这真正是一句话了 把我们的病根说出来 我们的病根就是分别之主 所以主要知道 离开一切分别之主 那你就得大自在了 你就切如一阵法界 一阵法界在哪里 就是我们眼前的生活啊 纵然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纵然你到华藏世界 如果起意念执着 你还是反复 由此可知 佛法没有变定 自始至终 是破除执着而已 这块真的 我执破除了 朕小臣 我罗汉的国位 大臣的法执破除了 就圆满成佛了 成佛破二执而已 二执 就是二丈的根源 我执是烦恼 这样的根源 你有我执 你决定有烦恼 你烦恼怎么能离得开啊 你有法执 你决定就有无名 所以法执没有了 无名就断掉 我执没有了 见死烦恼就破了 破了见死烦恼 就出来六道轮回啊 大小城经上 都这样给我们讲的 所以 舍佛了 没有其他了 就是破妄想执着 大臣 十多宗派 无量法门 那些方法 那些理论 都是帮助人 破除执着 都是帮助人 明心借心 我们今天选择的是 念佛法门 这个方法简单 容易 就念一句阿弥陀佛 以自己 真实的功夫 再加上阿弥陀佛 本愿为神的卸足 根性 力 什么叫根性力 什么叫根性盾 力盾 不是在别的地方分 力盾就是 肯不肯 把分别执着放下 肯放下分别执着的 这个人根性就力 不肯放下的 这个人根性就盾 就这么回事 所以你肯放下 容易开悟 容易欺辱 你不肯放下 就很难开悟 为什么呢 那个雾门上有个大障碍 就是支柱 这个地方一端 说得是支梯 是心 心心 这个心心 密之了不可得 禅宗 有一个故事 大魔祖司到中国来的时候 在少林寺 命比九年 找不到一个 可以传法的人 找不到我 等到九年呢 等到一个会苦 这是禅宗二祖 会苦 知道大魔 是很了不起的人 对他 真诚的恭敬 这个私自之道 没有别的 就是沉浸 要以真诚之心 要真实的恭敬 你才能得到欢迎 真实应光大师所说的 一分沉浸 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浸 得十分利益 会苦对于大魔 那是十分的沉浸 所以他得的是圆满利益 他在那等九年 就等不到一个沉浸 的人 等不到 真难 会可大师 去求法 大魔在那里打坐 理都不理他 喊他也不答应 喊他也不答应 为什么啊 灰阔说 我的心不安 求大师帮我安心 大魔祖师听了这句话 手撑出来 你把心拉来 我听听看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造大魔祖师的像 那就是杜慧可的那个姿势 你把心拉来 我听听看 慧可从这句话里面 立刻回光返照 这找心 心在哪里呀 最后他说了一句 我密心了不可得 我找不到 不知道心在哪里 大魔祖师底下借了一句话 愚如无安心境 我已经把你心安好了 找不到 不就没事情了吗 他从这句话里头 大撤大我 这就借了心 我们今天读这个公案 这几句话翻来覆去 我们还是借不了心 要问我 我们到底障碍在哪里 他们两个人当时对话了 大魔祖师说而无说 慧可是听而无听 他就入了境界 我们今天是有说有听 都落在分别执着上 那怎么能看得了无 这个话重复一千遍也看不了我 所以密心了不可得 不能说他没有 他有 近时空变发解 他确实有 制造败戒迁如 这个败戒迁如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宇宙万法 宇宙万法是他变的 虽然是他变的 你不能说宇宙万法是真有 我们看到宇宙万法是真有 实在讲 我们看错 我们用分别性看 我们用执着心看 好像是有 其实有没有呢 决定没有 那真相是什么呢 真相是当体解控 我们中国古人常说 开智慧的论言 成佛的发华 对这两部经如此的赞叹 确实 《论言经》上讲这个问题 是再三的探讨辩论 说的真实详细 真的叫我们开智慧 《论言经》给我们讲的死是真相 当初出生 当初灭尽 这还说了一个生命 不说生灭 我们就没办法体会 这个生根灭是一不是二 为什么呢 它太快 简直没有办法 辨别的 所以这个相是幻相 是假相 所以经上讲的有 叫妙有 说的空叫真空 真空不空 妙有非有 这才是死实的真相 这个是很难体会 这个心 要清静到相当深度 这个境界 你才完全见到 我们的心太粗了 所以四世的真相 虽然在我们眼前 我们见不到 心太粗了 我们从一个比喻当中 可以体会到 像我们看电影 这不是看电视 看电影 电影 我们知道 这个放音的那个电影底片 是一张一张 但是他在放音的时候 速度太快了 于是一张一张 我们看不出来 我们所看到 是个灵虚的像 看不出来一张一张的这个差别 他的速度太快了 快到什么程度呢 一秒钟啊 他这个镜头啊 开关二十四次 一秒钟 那个镜头 开关二十四次 我们就不能够辨别他 一张一张的 这心粗啊 那个心细的人说 你每一张开关 我都看清楚了 那就一张一张的了 都看清楚了 我们没这个本事 心粗啊 定功不够啊 那么佛举了一个比喻 说我们这个宇宙万有 这个假象的生命 那个速度不止一秒钟 二十四张 佛在论言上讲的 一谈值 这个一谈值时间很短 我们谈得快点 一秒钟可以谈四次 这一秒钟的四分之一 一谈值有六十刹那 一刹那有九百生命 就好像那个镜头开关一样 一刹那开关多少次呢 九百次 一谈值有六十刹那 六十乘九百 如果像我这个吧 如果像我这个吧 谈四次吧 再乘个四 那一秒钟 那一秒钟他开关多少次 那一秒钟他开关多少次 佛经上所讲大臣八地菩萨 可见的八地菩萨 人家那个定功是多么甚 一刹那九百生命 一刹那九百生命 他都看得清清楚 人家看到底片 我们在荧幕上看的是 看那个画面 相续的画面 那么佛说的这些 这些四是真相 佛教我们注定 教我们修清净心 我们念佛 用念佛这个方法 念到功夫成篇 这是第一个阶段 再进一步念到四一心不乱 再进一步念到礼仪不乱 这个境界就见到了 所以佛所讲的 都可以叫我们去证实 我们自己可以亲自证明它 然后才知道 佛讲的话真实的 不是希望的 佛没有欺骗我们 所以这个象 是幻象 不是真相 你如果确确实实体会到 或者是肯定 所有的象都是幻象 金刚经常讲的 凡所有象皆是虚妄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有违法 诸位如果要研究一点 维师的常识 像白法明门里面 这是维师法象中 入门的一个 一个学习 他将所有一切法归纳成一般法 这个般法是归纳 展开来就是宇宙外有 把它归纳成一般大类 这一般大类里面 又分为心法 心所有法 四法 不相应刑法 五位法 又分为五大类 除了五位法 六个之外 其他的九十四法 都叫做有违法 所有一切有违法 佛说了 都是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映坐如是观 这是四十真相 你要是真懂 相信吗 金刚经商 这几句经文 就把你所有的忧虑 烦恼牵挂 统统消除掉 为什么呢 都是虚妄不实在的 都不是真的吗 你怎么会不得到清凉自在 这个是大乘佛法 真实的受用 略界 就是舍法界 展开 舍法界 每一个法界里面 有居足十法界 这就是一般界 这一般法界里头 每一界里头 又居足一般界 这就不必说了 往这上就推展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 法界不可思议 亲如是说 每一界里头都有舍如是 这个出在法华经商 这是佛讲的 舍如是像 如是信 相是现象 信就是本体 如是体 如是列 如是做 如是因缘 果报 如是本末究竟 所以总共啊 说了 每一个法界 有舍如是 一百个法界 就一千如是 叫百戒千如 天台大师 也是从真里 误入的 这是给我们讲 说明四十真相 我们心底 清楚 明了 才真正 不落在 脸壁 也不执着 有 也不执着 空 这个就是 大臣菩萨 大臣菩萨以下的 二臣人知之空 六道的凡夫知之有 六道凡夫 像我们认为 什么都是真的有的 阿罗汉批之佛 他认为 这一切都是空的 知之空跟知之有 都偏在一边 都错了 知之有的很苦 搞六道轮回 知之空的不能戒心 虽然百脱六道了 他不能明心戒心 因此他也相当苦 唯一独八成菩萨 对于四十真相了解 所以他两边都不执着 那么在这里 我们做一个结论 心性密之 了不可得 心性不可得 境界也不可得 我们眼前所有一切境界 不可得是真的 你以为得到是假的 是你一个错误的观念 今天这个也是我有的 那个也是我有的 说到的话 你这个身体都保不住 好宽身外之无呢 身体怎么保不住 你从家里面到这个学校来 你以为你还是同样一个身体 错了 不同了 在里面这个细胞 新陈代谢 不晓得换了多少了 所以你才家庭的那个你 现在是两个不是一个 千万不要误会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 刹那刹那在生命 保不住 都不可得 何况生外之无 生不可得 万事万法 统统都是刹那刹那 在变迁的 哪有一样可得 没有一法可得 如果真的明白这个事实了 那个得失的念头打掉了 原来不可得 我活比想这些 世间人忧虑烦恼 百分之八十都在得失上 所以得失这个念头打掉了 还有他的烦恼忧虑就少了百分之八十 那个人就真正幸福 真正快乐 真正自在 这是说进不可得 四呢 也不可得 心经上说 不知有的 不仅 我们心经上来说 不仅仅是五音六如十八戒 不可得 你能正的志 俗正的菩提涅槃 也不可得 你要问 为什么呢 心性本空 就这个答案 能变的 秘之了不可得 所变的那些境界 那怎么会可得呢 慧可的开悟 其如就是入这个境界 入这个境界 就是把四十真相 通通 通通了解了 真相大半 这就是 物入实相 所以 我们在一切现象界里面 就得大自在 游戏神通 可以受用 可以享受 不能占有 你说这是有的 那就错了 你可以尽情去享受 你决定不能动一个念头 这是有 这是真的 那就错了 所以祝福菩萨 在九法界里讲的游戏神通 你看游戏神通 他的日子过得多么自然 过得多么潇洒 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佛菩萨 那么样自在潇洒呢 我们处处执着有 念念想占有 坏就坏在这里 不知道一切法本空 不知道一切法理由不可得 所以下面说 立一切原律分别 预言文字下 而原律分别 预言文字下 非立此别有此心 那么这是说明 真心本性 是确定没有虚妄向的 哪些是虚妄向呢 原律 原律就是说的我们妄想 也就是想象 我们今天讲 我们今天讲思想 见解 思想呢 是原律 见解呢 是分别 我们的思想 见解 也都不是心性里头 没有的 心性里头 没有思想 也没有结局 所以为什么 古无大德教学 特别是教初学 这个初学佛法的人 要在什么地方用功呢 要训练根本智 根本智是什么呢 是无智 从这点下手 现在人学佛 所以很难有成就 现在人学佛从哪里学 是从有智下手 古人这个下手 是从无智下手 无知是修修 修清净心 换一句话说 不准你有思想 不准你有见解 从这下手 这叫从根本修啊 现在人学佛的时候 要有思想 要有见解 这就糟了 大错大错 所以你纵然学得很好 你纵然学得很好 超凡如神 但是古人的教学法呢 那很有效果 确实能教你啊 明心与见性 超凡如神 它是立一切原律分别 立一切思想 立一切见解 立一切言语 文字想 立一切文字 这些东西 统统不知主 所以他的心 是清净的 他永远 住在定的境界里 真正有功夫的人 像经典里面赞叹佛 那且常在定 无忧不定时 这句话很有意思 这是我们要修学的 我们心要常住在定 当然这是很高的功夫 我们想学 学不到 学不来啊 这个尽宗法门的方法比较特殊 人人可以学的 他不叫我们住在定 他叫我们把心住在阿弥陀佛上 住在阿弥陀佛 比住在定上是容易多了 这一天到晚 心里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这才叫你的心住在阿弥陀佛上 这个就是有净土 这个就是这个心里真正叫有净土 古人讲的有成有净土 怎么叫有呢 心里除了阿弥陀佛之外 别的都没有 只有一个阿弥陀佛 你叫有净土 有净土 你就决定神净土 就决定他 心里有了阿弥陀佛 其他的通通没有了 那也许同学问了 我还要上班呢 我还要做事啊 我家里还有许许多的事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通通都不要管了 不是的 世间事情样样都做 见到就做 做得圆圆满满 心里头没有 都要知道 这就是佛常讲 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 绝对没有破坏世间法 不但不破坏世间法 成就圆满的世间法 《华严经》里面所讲的 离四无碍 四四无碍 离是讲的心性的 四就是讲的一切万象 心性跟万象没有障碍啊 心性永远是清净 四相再繁杂 也不会破坏心性的清净 侯宽 清净杨大师又说 四四无碍 四与四没有妨碍啊 那就是一切都不妨碍啊 所以说是 心里面有阿弥陀佛 心定在阿弥陀佛中 六根 各外的聪明 各外的灵力 为什么呢 他没有妨碍 他没有妨碍 所以言见二文 比一般人一定来得聪明 你做四一定做得更圆满 做得更周到 心欲清净 今天修行要这个修法 要抓到这个杠里 这个修行方法 适合于现代开放的社会 要用过去保守的方法 今天人不能接受啊 今天环境不适合了 所以在这个时代 我们用什么方法做自己 用什么方法帮助别人 一定要用开放的社会 一定要用大臣 运营顿的教育 才能受到非常殊胜的效果 使大家都能够欢喜 接受 帮助他的生活更美满 帮助他的心情更调适 所以在每一个时代教学 确实所用的这个方法 所谓依据的理论不相同 一定要看清 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 从上到下 男女老幼 哪一个人 不追求明文理养的 那怎么办 过去的佛法 是叫我们要把明文理养 统统断除 现在每一个人都 真明文理养 你说明文理养都不要 没人来学佛了 那佛要度什么人呢 佛要普度众生呢 那既然明文理养已经泛滥了 佛应该怎么教他 教他追求明文理养 正确的方法 教他得到真正 趁心埋怨的明文理养 那这个通通都来了 这为不为佛法呢 不为佛法就是叫一切众生 利苦得落的 你把这个道理搞清楚 都搞明白了 佛事门中有求必 没有一样求不到 求富贵得富贵 求公民得公民 求儿女得儿女 没有一样求不到 我们要求自己这一身幸福 家庭美满 社会安定 天下太平 样样都求得到 不必多找这些经论呢 都涉猎这个 我没那么多时间呢 进出三经的头 就能给我们 圆满的档案 就能给我们 圆满的理论 圆满的方法 只要诸位留意 细心去体会 依照这个教训去做 你一定趁心如意 没有一样得不到的 利这些 你就得清净心 你就得圆满的智慧 有了智慧 那没有一样不趁心如意 下台又补充一句 言律分别 言语文字 非历词而有别性 而别有自性 那么由此可知 思想 我们要不要呢 见解要不要呢 言语文字要不要呢 要 要不是为自己要 为自己要 你就苦了 对自己来说 统统不要 刚才讲过了 修禁宗的人 一天到晚 就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这就对了 自受用 这些思想 间接 言语文字 是他受用 我要帮助别人 这些都是工具 这些工具 不能不要 我要这些工具 是帮助别人的 我自己 自己不要 你就得自在 你就真正快乐 所以 一个自受用 一个他受用 这个不能颠倒 一颠倒就大错 太错了 这就圆满了 空有 碾边 都不知主 所以说 不落空有两边 这才叫中道 要指立一切相 即一切法 立 故无相 即 故无不相 不得已 强明 实相 实相 这也是个名词 这名词 也不能执着 你执着 就错了 这是不得已 取这么一个名字 假名 名可名 非常名 这不是真的是假的 要知道 立一切相 即一切法 立开这些名字相 你就见到它的真实相 宇宙人生的真一相 就见到 所以要见到 不起一念的时候 见的是真相 就是用夜心 有一个念头 就二心 再有一个分别 就三心了 三心二意 你就见不到真相 夜心里头 决定没有一个念头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你见得 是设想 即一切法 离 我们称作无相 这个无相是 没有虚妄想 也就是说 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无相是无这个 没有念头 这叫无相 立一股无相 即我们生活在这个里面 我们受用它 所以五不相 五不相就是有相 一切万事万法都存在 我们都可以很自在地去享受 去受用它 所以叫五不相 它有相 虽有相 我们不执着它 那这个享受是真正的享受 你一执着它 那就错了 执着它 里面就生烦恼了 换一句话说 它起负作用 一切都不执着 它不起负作用 那么这是不得已把这一桩四行 勉强取一个名字 叫石像 所以你也不可以执着 这个石像 是真有一个 一个石像 那又错了 所以佛法决定不能够执着 不可以执着 也不能不能舍弃 舍弃也是执着 不舍弃执着油 舍弃执着空 统统都执着 所以教理上空有两边都不执着 那就对了 这才得到真实的效用 这个下面一段 是告诉我们 这还是为我们说明 物落两边的意思 即跟照 可以互为体用 你说这个石像就是心性的 心性之体是即 讲得懂 它起作用是照 也可以说心性之体是照 它起作用是即 所以即跟照 是可以互为体用 什么叫即呢 即是清新 一念不生 六族大师所谓的 本来无忧 这是其 照是什么 照是明了 心里都确实 本来无忧 但是 宇宙人生 万事万无 清清楚楚 明明白 像一面镜子一样 照得清清清楚楚 这个体 这个体所谓是非即非照 本来说不上即与照 为什么呢 落在几根道上 就有了分别执着 它确实是这个事实 万万不可以其分别执着 体一定有用 一定有作用 用 佛法 教我们用重 儒家 也教我们用重 可见的 事出事经的圣人 教我们都用重了 这是很了不起的 忠实 决定不偏在一边 会用重的人 就是佛菩萨 小成人 刚才讲 偏在空 他用空 我们凡夫呢 用油 偏在油 知着油啊 空油两边 他不知道用重 所以唯有佛菩萨了 小的用重 忠呢 吉而恒照 照而恒吉 这就是用重 清清楚楚 如如不动 如如不动是吉 清清楚楚是照 清清楚楚如如不动 如如不动又清清楚楚 我们要学这个 这太重要 太重要 今天我们就讲到此 明天呢 明天说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